这个东西很明显,他们不知道我有什么,我知道我有什么,对不对,这个东西,这个东西没什么要说的,对不对,我知道他们有什么呀,对不对,很简单的事情,这个,他们不知道我有什么,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说,李河甲肯定会好的,我觉得,因为他们现在, 因为别人事情我也不知道,但是以我个人分析啊,个人分析啊,OK,听清楚了啊,不要再补风作影了啊,我是个人分析啊,就是个人分析,我觉得他们,嗯,怎么说呢,我觉得他们现在和我以前那个时候二十几岁不一样了,然后,然后,他们在时候两个人都是公众人物,对吧,都是艺人,他们也不可能, 可能说,为了一时之气,把这个,那个东西,就是,这个东西对大家都不好的呀,对不对,对大家都不好,造成什么结果呢,就是对甜心不好了,是不是啊,那对大家都好的话,那又是有什么后果呢,就是对甜心为了好了,是不是啊,我觉得作为爸爸妈妈,爸爸妈妈应该, 不会这样子吧,所以说我就意思,我之前就跟网友说,我说你们不要再去提醒他什么,在他们那边,屏幕刷屏幕了,好像感觉上是帮着他,但其实好像你们这种说的话,作为当时人来说,会造成二次伤害的,你知道吗,就是说什么,哎呀,你老婆怎么办啊,戴绿帽子在这种话,真是,哎呀,觉得正常一个男的,就要面子的话,都受不了的,你知道吗,你们不要去说了,你知道吗, 就是,过来人体验啊,我当时就是被你们这样一群人在那边刷屏刷的,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晚上,不是那天,那天下午,我只好带女儿去早教,你知道吗,带早教,然后我还很开心,我还看到我女儿,刚刚跟老师学画画,就是在早教那里的学了画画以后,我还用女儿的微博发了一个微博说,今天爸爸妈妈跟我去画画了,好像是,怎么说,具体说什么,忘记了,反正就是一个照片,他拿了一个,那个画在那边,然后, 然后,然后我还很开心,我还用自己的那个微博转发了一下,你知道吗,转发了一下以后,然后结果,我就看到那篇微博,本来是女儿的转发微博后,就别人,就七少少开始刷屏了,你知道吗,然后就开始刷什么,你啊,我怎么样,你啊,快去戴孩子眼DNA呀,然后或者说什么,戴绿帽子什么,哎呀,本来我想忍住的,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,你也知道二十几岁的时候,正常男的都不会忍住的,好吗,是不是啊,然后我当时就想,什么,我草宝剧六部这么多人,怎么看着我这个脸上往哪里割,我靠,我实在是受不受了, 后来我就,我就开始,后来就是,那个发了,哎,不过现在的东西,我就是,即使发生了我,你说叫我重来一遍,我也没有什么后悔了,既然发生了,你就发生了,对不对,你叫我和那复合我也不会愿意的,因为,为什么呢,查家的时候,就是,